大家好 在我这个屋内 这个变调杀人犯呢 从来一追上来凶杀犯罪呢 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 姓什么叫什么 这个单位的 这个女的呢 不要走大英雄书 后来对我们进行了 惨不认导的困境困害 在这种角度中 当时被我抓到 把我凶杀的 那边改变了防尘策略 还是盗窃盗窃隐私 或者通过 研究注射呀 这个多媒体注射呀 归性交到实力 降空方法 採护人导的困境灭在困害 强行改变认知 根据我们 头脑中所有的 印象 重新编织组合 构造一个 虚假的 实践 虚假的 历史 虚假的 人物关系 虚假的犯罪关系 根据我们大脑所有的记录 而作为 受害旁呢 主要是我们 张阳和西悦家族 正在这个犯罪分子呢 根据我们大脑内部的 所有的信息的 重新编组 重新编织和组合 他主要是 一把罪责架好给我们所见到的人 同时呢 还要达到 对我们家族和西悦家族 进行残杀的梦 同时呢他还用不断用变态的语言 酷刑的折磨我来 就是说啊 你光荣退休吧 你熔灯榜首了 你富可帝国了 你录制完成以后 你精彩绝伦的 而且管我要153亿美金 说你活不过今天 我们要开枪击毙你 我们要一刀童死你 人间被洗剧 人命关天 四季公传的农民 你只能死 说我是个好人 啊 你应该自尽 啊 说公安局安全局叫我自尽 说他们这室伯伯的都在演出 拍电影 啊 这是他谈到了一个车轮战术的用这种变态方法 做个行凶 这一般是正法 公典法 基本系统 迫害 残害别人的手法 你听说这个北京市的那个李东升 他受到了16 酷刑 他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大脑器官呢 也是不断地在那里自尖嘴 受到了一种神经性的酷刑 同时呢 这里头这个犯罪分子呢 谈到几个问题 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 他说这个肖建华 是毛泽东的孙子 就这个问题啊 我想中华 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有关集体部门 做做回答 因为肖建华设计重大小关队 第二 他们谈到说这个手持电磁武器 美国没有正式建军的电磁武器 不对 在中国的派遣军的头子 叫毛岸龙 是毛泽东的儿子 同时呢 他们跟我说呀 这个罗伯尔跟我说过 这罗雷星的儿子 罗伯尔说过 他们说 他们说这个罗伯尔啊 不是罗雷星的儿子 不是罗雷星的儿子 他是假猫子 这个罗伯尔曾跟我说过 说那个凶手啊 很缺德 名声很称 出门啊 都带着一大堆保险 当然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呢 我想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相关有关集体部门 你能够做出声明 关于一下问题我请你们回答 这是这个分子分子 一 一 肖电华是不是毛泽东的孙子 二 美国为正式建军的电磁武器部队 在华派建军的头子 是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阿龙 第三 罗伯尔指控的那个 犯罗伯尔指控的那个 犯罗伯尔带队保镖呢 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第四 武长盛的天津是不是已经死了 然后这个犯罗伯尔指控的 我说武长盛死了 第五 天津树林那个大的 蓝色腰基那个大那个 旁色的 特别长的那个 牙签 牙百家那个建筑 在天津冰海新区呢 是不是存在一台虚拟机 在这个虚拟机里头 前中央领导人 包括毛泽东第一代第二代 他们这些领导人 这个犯罗伯尔说 这些人活在那些虚拟机里 并且他操控了中国政坛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 在天津冰海新区里 从毛泽东起和其他的讲解师 这些人都活在那个虚拟机里 他在那个虚拟机里 在操纵着中国政坛 有没有这件事 就说那个灵魂英 说也在那条虚拟机里 而且他们在那里进行 大规模的虚拟机里的内部淫乱 有没有这件事 那个冰海新区那个 天津树一案内进行机里 是不是前国家领导人 以及那些人的虚拟机 他们在那里头存活 并且还在那里聚众淫乱 那个蓝色妖极 是不是叫虚拟机里的灵魂英 你天津市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必须就武昌寺是不是死 以及那个蓝色妖极 那个大的建筑 你解释一下这个虚拟机里 到底是什么 这个计算机里到底是什么 存在不存在虚拟机 存在不存在 所谓国家领导人活在那里继续指控 中国和这场执政 他们有没有在那里聚众淫乱 那里头活着这个蓝色妖极 是不是灵魂英 第六 这个脑控犯都跟我说 说灵魂英 是慈禧的孙女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做了回答 第七 他们说这个毛泽东还活着 说这个毛泽东啊 通过这个脑洞 在跟我聊天 有没有这件事 你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做了回答 毛泽东有没有在大脑运转的 跟我回答 第八 他们谈到 在这个蓝天厂那边 四行光州那边 有一队军队的意愿 那些医生在那里头啊 就听从着毛泽东大脑的指挥 从事了相关的喇叭 喇叭 喇叭 点谁干什么 有没有这个犯罪行为 有没有犯罪行为 毛泽东大脑直接指挥了 蓝天厂那边 那边有一堆堆 好像一个 这个军队什么疗养院 毛泽东通过 音箱 大脑音箱指挥那里 医生或者什么 在从事什么 可能有什么犯罪行为 第八 这个 他们指控在说 邓普方 是那个真正的变态人 办 是不是这样 邓普方从事了系列变态凶杀犯罪行为 以中华人物和中央人民政府 交此事 做出公开生命 第九 今天我得了消息 所以说大东高海战的时候存在一个海底监狱 也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美国的华盛顿的航空母舰进入黄海 后来 后来渤海金控建立 说在大东高海战的时候存在一个海底监狱 说对着那个滨海沉船 说我们家族是被关在海底监狱 说共争党准备再把我们投入谋杀推入到的海底监狱 所以在博海存在一个海底监狱 大公共争海战 说实在有一个海底监狱 是不是有一个海底监狱 所以就对这些问题 我请你中华人民国国 中央人民政府 及其外交部门 对全中国人民 世界人民 做出你公开公正合理的解释 针对这些问题 请你做出合理解释 因为我们曾经看到过一张 在天津剧中淫乱的照片 这在中国非常傻 这介绍海神经文 如何出现的这张色情照片 这张照片我还得保留的 那就是在天津的虚拟地 你就说国家领导人还活在那里 还指挥着中国 毛泽东的大脑还在运断 还在说下来和我聊天 这灵魂英是慈禧女孩的里头 刚才我说了很多东西 一共9点 请你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特别是外事部门 外交部门 以及相关的行政部门 就此事 对中国人民群众和市民人民群众 作出公开的 庄重的声明和解释 你在渤海是否存在一个深海监狱 我们是不是被囚禁者 被迫害者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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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